你這邊就在這裡新增一個塗層對不對 那你在畫的時候啊 如果你畫好了 像這個大概都從中心的文化也可以 或者你從這邊都ok 這樣拉過來 不一定要一模一樣啦 你可以自己調整 因為它也是有時候會變胖變瘦嘛 那你點開選好顏色 好 那這個塗層是不是就會擋住了對不對 你把它關 把它先關掉嘛 畫一個就關一個 這樣的話你再是不是就可以看到下面的 去做瞄準 那萬一你怕不小心動到它你就把這個鎖起來 好這樣就不會不小心動到它了 ok齁 好 這個圓嘴巴的部分啊 比如說你可能會先用這個 我們先把顏色先選好 你先畫了一個 大概的 這樣對不對 那這個的話我先把它拉出來 你看一下 像這樣子的話 我只要一半 有兩個 有幾個方式可以做 那最常用的應該是用這種方式吧 就是我再用一個 我去把它切掉 我去把它切掉 那這樣子的話兩個可以去做什麼 交集 好 點到它 點的順序 我先點圓對不對 用方去剪 好 我兩個選起來囉 但是順序要注意一下 你待會兒可以試試看看 那這裡有一個工具 叫做路徑管理員 你看 打開之後 有沒有 1 2 3 4 有沒有 好 那你要的我們是不是要剪掉 這樣是不是要剪掉了 它這個事實上還會在啦 還會在 那就是說可以讓你去做調整 好 它並沒有實際剪掉 可是 在形狀上它確實是把它相剪了 好 把它相剪 那這樣就會符合你的 是不是就符合你要的 這樣OK嗎 好 當然你說你用被子曲線去拉 這樣也是一個方法 好 那原則上都是用 增加或相剪的方式會比較好做 來你試看看喔